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MKC主播千佑 中小企业的部门分工常常不弱大企业明确 一个部门可能有很多的职务 例如行政部门要监管人力资源与网络系统 若各部门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 整个公司的营运将出现杂乱、穷忙、停顿等现象 部门别管理 要能上轨道的首要条件是各部门、各单位的任务执掌 要明确 所谓部门单位的任务 就是公司所赋予该单位的角色 该单位所必须负担的使命 必须要做的、要管的业务 任务执掌明确才能让各单位有使命感 并与部门主管共同拟定具体的中长期目标 依据目标方针提出重点业务的月计划 并将月计划展开到各主办的月计划、周计划 如此就能让全员了解重点业务是什么 重点业务的执行 由主管来领导 贯彻到基层员工 促成工作更活性化 如何使任务执掌明确 除了组织的规划以及主管的认同之外 部署的态度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由单位主管依据公司组织规划原则 制定任务执掌与职务说明书 让全员有责任感 自觉为企业中的一个要员 主管授权部署 增强部署的责任感 公司要随时进行OJT 在职教育训练 让员工找到更适合的位置 自我尽责 打造精实 使工作意愿高昂 企业与员工才能共创价值 任务执掌明确后 需要的就是对于业务执行的过程 要进行管理 管理并非执着于好还要更好的想法 譬如不良率昨天3% 今天控制成2% 明天要求1%以下 过度的要求会造成主管需要 蛮牛强心计加班才能达成 这对于体质不良的单位 大概没有多久就会受不了了 造成主管的请辞 人员的流动 设备超过负荷而故障 生产量太多 库存量增加造成无效的浪费等 所以管理必须推动 精实与改善 所谓精实 就是要彻底消除 企业体内的任何投入资源的浪费 以创造出更多的利益产出 使企业赚取更多的钱 员工推动精实的要领为 第一 作业标准化的贯彻 第二 业务执行结果由基层人员 就自主做好日常的管理 每日每周的作业记录等 第三 每月主管彻底转动 PDCA管理循环轮 精实的工作 除了基层的日 周管理外 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定期做统计分析 检讨 主管每个月月初应召集部署 开会检讨 上个月管理项目 若有在基准内 则授权部署维持作业 若是管理结果低于基准 则表示本月可能受某些异常原因影响 主管必须利用QC手法 找出异常真因 探讨公司制度上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对策或者做法 改善这一块就是把提升实力 其要领有三 第一 全员分担改善的工作 第二 依循改善历程及计划进行 第三 突破现状 找出新的改善方案 主管在每季结束或年底时 应就改善主题与TOP高阶层确认后 将迫切需要改善主题与部署共同讨论 将问题展开为更完整的专案改善方案 例如运用QCC评管圈团体创造力 深入探讨 突破现状 透过问题分析与解决 找出最佳的改善成效 在自由化 国际化的冲击下 中小企业迈向 精实管理与改善活动 在各个单位内是持续不停的 公司内 基层人员偏重在执行标准作业的规范 高层偏重在管理的改善 而中阶层干部则同时并重 应适当制定出各部门单位的任务指掌 以及强化PTCA管理循环轮的功能 动员全员脑力与劳力来改善 员工所从事的都是价值创造的工作 并能透过知识管理方式以及标准化程序 作为培育后进专业人员之用 以提升企业经营体质 创造利润 我是MKC主播千佑 今天我们透过中小企业的精实管理来探讨 如果想要参考更多MKC文章 请欢迎至MKC网站收看 谢谢